做梦梦到一位帅哥给自己留了电话号码 打过去还真的有人接 那今天的故事呢 来自网友欧科欧科 六年前 小吴他们镇上有一个女生 二十出头 在镇上的一家辅助厂上班 那年八月份的一天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到一个男生 很高很帅 梦里呢 这个男生就问这个姑娘 说你好漂亮 能嫁给我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打这个电话给我 随后呢 就把号码报给了女生 女生当时呢 就很羞涩 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 他醒过来之后呢 觉得挺神奇的 但也没有多想 照常去厂里上班 厂里面呢 有很多工友 和这个女生呢 年纪都相仿 女生呢 和姑友们闲聊的时候 就讲了这个事 那工友们呢 就嘲笑他 说你是不是思春了 或者你白天看到哪个帅哥了 一直想着他 才做的这个梦 女生就说了啊 真没有 就只是单纯的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还说自己呢 还记得梦里的号码 这么一说 工友们呢 就来进来 顺悟他 打电话试一试 这个女生的字节 好奇 于是拿手机 开免提 拨了过去 还真能打通 那响铃几次之后 电话那边呢 就传来一个 声音粗暴的男生 喂 你是哪位 怎么有这个号码 工友们呢 就围在一边听嘛 是一个 声音粗暴的老男人 就调侃这个女生 说你不是说 是个帅哥吗 怎么是个老男人 女生呢 就跟这个男人讲 说哥 这个号码 是我昨天晚上 梦里梦到的一位 年轻帅哥 报给我的 还跟我说了 如果我对他有好感 就打这个电话给他 OK 那电话那头的男人呢 一听到这个话 立马就严肃起来 说妹子 你不要开玩笑 如果是真的 你最好赶紧让你的父母 带你去看一下师父 妹子呢 被这个男人的话 说蒙圈了 就问他 说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哥就回答了 你知道这个号码 是哪里的吗 由于大哥的语气呢 很严肃 女生啊 和周围的工友 就仔细地没热听 紧接着啊 这个大哥说了 这个号码是火葬场 锅炉房的 那女生一听这个话呢 立马就慌了 旁边的工友呢 就安慰他 说会不会是你记错的 女生当时呢 也没信心公布了 就一直想那个事 结果当天晚上 他又梦见了那个帅哥 这个帅哥就说了 妹子 你真好看 你今天真的打电话来了 看来呢 你是愿意嫁给我 那女生一听呢 就彻底慌了 知道自己没有打出电话 那个号码 真的是火葬场的 一下子从这个梦里惊醒了 好 那等到天亮 赶紧地跟自己的妈妈 说了这个事 他老妈听完这个事呢 不是很信 就问他 还记得那个号码了 女生当时呢 已经记不清楚了 不过手机上呢 有通话记录嘛 就拨过去给他看 结果一眼打了好几个 一直显示通话中 他老妈呢 就更不信他了 还骂了他几句 女生当时呢 也没有争辩 出门上班了 但是慢慢的 女生的工友们 先发现女生不对劲 原本挺活泼的 一个小姑娘 不爱说话 还经常一个人 自言自语 叫她吃饭 也不吃 跟她讲话呢 都是魂不守舍 感觉整个人啊 慢了淡泡 脸色呢 也变得惨白惨白 那有一位年级 比较大的工友 都去女生家里 和她的父母 讲了这个情况 以及之前 电话确实打到 火葬场 这个事儿 女生的父母呢 都是龙女 没什么文化的 平时呢 也要上班 还真没有太在意 自己的闺女 听闺女的工友 都没说啊 才觉得好像 确实不对劲 女生呢 以前竟然想要干家务 那段时间 一回家就进卧室 锁门 家务活也不干了 原本她房间里呢 是有一面窗户的 不知到什么时候 被这个女生 用黑布给遮住了 而且仔细一回想 这女生呢 确实很久 没有和家里人 说过话了 好 这下呢 她老妈慌了 去找了当地 一个比较出名的师傅 师傅了解完情况 也没说能办啊 只是说试一试 因为当时 找到师傅的时候 离女生打电话那天呢 已经过去了 两个多月了 好 大家晚上十点多 这个师傅呢 就在女生家里 让她父母 把家里的灯 全部关掉 然后回自己的卧室 不叫他们 就不要出来 女生的父母呢 其实也睡不着啊 就竖着耳朵 想听点动静 直到凌晨一点熟通 这个客厅里啊 传来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呢 是师傅的声音 另一个声音 没有听过 那说的是什么 也听不懂 鸡鸡咕噜的 等客厅的声音 结束之后 师傅就叫 女生的父母开门 开灯 坐下来之后呢 师傅叹了狗气 说那个男的呢 是意外被车给撞死的 年轻 怨气大 还没有结过婚 那女生上班的时候 刚好就碰到她的灵车 本来呢 这也没啥 主要是这个女生 回过去的电话 等于自己答应了 男生说的婚事 二 是这个事呢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了 女生的三魂七魄 已经没了大半 她也只能保她一命 只不过呢 这个女生以后 可能就是 有点痴呆了 那说完之后呢 这个师傅就回去准备东西了 约好了 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上午呢 这个师傅就带着一包东西 在女生的家里面就布置了一番 叮嘱女生的父母 无论如何 在过年前不准女生出门 否则肯定会出车祸 好呢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眼瞅着要过年了 女生父母 旋征的心得也要放下 年二十七那天 女生在上海发展的表舅啊 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了 下午呢 这个表舅一家 就带着礼品来看望女生 大人们在客厅里聊天 女生和表舅家的弟弟 在院子里玩 里面呢 正聊着 就听到院子里是咚的一声 随后 表舅家的孩子就哭了起来 大人们跑到院子里一看 女生又躺在院子的水地上 头下面一探血 原来呢 这个女生啊 跟弟弟玩那个玩具汽车 两个人你推给我 我推的你 这个女生不知道怎么 就突然站起来了 一脚都踩到了玩具汽车上 脚一滑 后脑勺直接着地 后来呢 这个女生的母亲 因为怪对自己 没有听女儿的话 早假给她看一看 她眼睛都酷瞎了 所以说啊 兄弟们 懵了一边 万一遇到点什么时候啊 千万不要回应 下个故事见 谢谢 感谢观看